阿博斯福及蘭里在大約12小時內 先後發生兩宗兇殺案 共導致兩個男人死亡 駱佩珊報導 今日凌晨2時左右 阿博斯福警方接報 港道Holy街和Pyrtonville路口 發現一名41歲男子身受嚴重刀傷 據名男子被送院搶救但雙重不治 而在昨天下午接近2時 蘭里Wallet Grove區88 Avenue 和2022街交界發生槍擊案 警方到場後發現一名受槍傷的男子 他最終雙重不治 聯合空案調查組相信 這兩宗案件都有目標 並非隨意襲擊 有線索的公眾可以致電1-877-551-4448提供消息 新時代電視羅倍山報導